不会做人民群众 不是方法问题 是没有感受 群众不跟你说实话 不是结合问题 是不相信 不是你失去办案线索 是失去我们应有的政治基础 这是很危险的 那么还有啊 这个我真是代表组织 也代表政府 非常感谢你啊 老孙同志 孙中龙先生 你看 一个你的这个老伴 谢谢你们 全是人们都能来谢谢你们 你们这么一个好儿子 是吧 你看那么这个见义勇为 是不是 而且你们真是高峰亮眼啊 16年 这一路走来 多么不容易 是不是 风风雨雨的 呈承受着这么大的打击 十七七人 还得不到正义的伸张 这起码呢 要求 所以你们的上方 我完全支持 那么还有啊 回去以后 要和你们的政府讲 好不好 要对家里面多关心 多支持 好不好 丰年过节 需贵问 日常困难多补重 好不好 也代表警局 代表我所有的民警 所以说 我现在的歉意 案子出了今天 但是呢 也能安慰你们 也请你们放心 我明天就要认真地去做 好 感谢安静 好 那我们 好 那请不见 这个 请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